大家好,這是我們第二季的迦洛華群 迦洛華群,然後我們繼續講解放城市跟迦洛華群的故事 沒看第一集的小夥伴們可以去訂閱一下 我最近有一個題目就是一個人要找到別人愛是很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題目 OK,那我這個影片就是稍微講一下我寫第一集影片講到的四次方程式 有兩種解法這樣,那第一種解法是我上一次講的就是 你先把它變成是這個很有名的,就是你把三次方消掉之後 你可以用根與係數,就是root and coefficient之間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些elementary的這個symmetry polynomials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計算 OK,那我今天講第二個做法 OK,這基本上是rease的這個approach 有沒有覺得給人家愛是很難的 OK,那歡迎小夥伴們訂閱 所以你從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考慮你有一個四次方程式 OK,然後你用變數變換把三次方程式三次的部分消掉 OK,你就得到這個 所以你的目標就只要解這個方程式 OK,那有一個special case 就是說如果你β是0的話這當然沒問題吧 你就把u平方叫做比如說y好了 那就變成是一個二次方程 OK,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加羅花群的動作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講 我下一部影片就會開始講這個加羅花群 加羅花群的一些細節 OK,希望我可以成為中文版影片當中講比較清楚 OK,好,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說我們 假設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方程式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alpha被它幹嘛 好吧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變數變換 變這樣 變數變換 就是變這樣 OK,那這很明顯 因為你把它平方之後它會多兩項出來 對,沒問題吧 OK,然後我們要找到一個y 我們要找一個y呢?怎麼樣的y呢? 我們假設這邊加一個y會怎麼樣? 我們注意到一個equation 我們注意到一個方程是長這個樣子 就假設u平方加alpha 不是alpha平方加alpha平方平方 你可以直接得到2yu平方加alpha 加y平方對吧 那我目標叫找uy 怎麼樣的y呢?我們要把它變成是 我們要把它這個四次方程是降成一個二次方程 OK 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y呢? 我們現在有這個等式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有u平方加alpha加y的平方 減掉alphau平方加alpha平方 減掉betau減掉gamma對吧 叫做2yu平方加alpha加y平方 OK 然後下一步就很簡單了 你就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把所有相往移過去 移到右邊 把這個全部移到右邊 OK 你會發現有一個u平方 有一個u平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整理成u平方加2y加alpha 那有一個u叫做beta 減掉betau 加上y平方加alpha平方 加上2alphay 減掉gamma 好 然後我們這邊強迫把它變成平方 注意我們這時候有y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想辦法選一個特別的y 他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所以我們這時候判別式 對吧 就是 就是這個 希望這個用語是對的 b平方 減掉4ac.0 所以我們希望beta平方減掉4倍的2y加上alpha y平方加alpha平方加上2alphay 減掉gamma 因為0 注意到這是個三次方乘y的cubic equation 所以是y的cubic OK 所以假設你已經解到這個y了對吧 假設你已經找到y了 因為你已經被告知可以解三次方乘式 因為三次方乘有 太更好嗎 這樣你乘數太更好 所以呢 這時候就可以把我們剛剛這個方程式呢 強迫把它太更好 所以對於剛剛上面方程式的那個y 你就可以把它解成這樣子 OK那你就可以開平方 你就可以把兩邊開平方 然後sof u 對吧 這樣就有加減乘數開更好 所以這表示四次方乘式其實也有 呃 加減乘數開更好的解 OK 所以我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要解一個四次方乘式的話 他就會約化到一個三次方乘式 那三次方乘式就約化到一個二次方乘式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 那我下一部影片呢 我們就來仔細的這個 講一下 加若花群跟解放的事實到底有什麼關係 然後一步一步把這個 該知道的feel extension 這些東西都把它講清楚 好了那 就請大家訂閱一下頻道囉 那如果沒有看我群論跟那個環論的小朋友 也可以去看一下 probably沒有人care OK 感谢观看